这些都是边境小道 这条路是不是其实 拿着偷渡客从这边走 对 这边都是沿边 对面就是那个园区 我看见那红色顶是吧 对 就那里 就那里哈 对对对 好近哪 等于您这两天 就经常到这边来侦查是吧 对对对 下车点 我到你们先上去 摩托骑进去是不安全的 摩托骑进去也可以 但是我还不遇到有人的话 我们不好隐蔽 哦 明白了 虹顶的那个园区 离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有多远 就这条路 其实是走到一条小河 河对面就是是吗 这是人家的一个经济分离 这会有暗烧吗 这里一看不会 我是听里面的线帽是没有武装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边就稍微的 来说要好救一点 他们哪边去的话 就算我们进去救人 如果他们跟我们对抗 那也可以跟他干一干 因为不动枪的话 大家来嘛 这次来这边多长时间了 这次是11月8号 具体要什么时候回去 是一个月吗 救完人才回去吧 但是今天又接到一个老挝金三角的救援 我想去捣毁那个诈骗园区 老挝怎么去啊 从泰国过去 从湄公河过河到老挝会采 会采到老挝特区外面 拿到证据之后 把这个证据交给他们当地警方 然后我们联合当地警方一起去把他打毁 现在你们没兴趣 这个来机场接我的兄弟叫小魏 90后云南人 来采访他之前 我从网络上看到了很多他的团队拦截舌头 解救同胞的视频 我原以为这些已经足够惊心动魄 没想到一见面 他竟然邀请我一起去捣毁一个电炸园区 啊 这边机场接人的很多是舌头的车 哦 舌头的车 对 接到舌头家换车 然后拉到庙瓦底 现在还 还是吗 现在还是啊 我前前天刚有一个人求助我 被 被骗到骗过河了 然后在庙瓦底这个百姓人区 然后向我求助的 就是从这下飞机来跟你 哦 现在通过我的县人就是联系到 那边跟那个 呃 山河马头的一个将军叫木董 木董 木董 他跟木董比较熟 可能这个人的话 最近找我求助这个人很容易就搞出来 哦 但是 但是只能交赎金 因为那边武装 呃 就是武装非常的强 呃 就是武装非常的强硬 没有 没有伤感的什么 他送他 呃 一个中国人 他逃跑 然后联系上了一个假的救援队 救援队的那个说是他是假 是警察但是他是假 是要在群那边的保安 呃 然后联系上他了 还把钱打给他 最后这个保安 给圆区说 圆区就把这个人打死了 哦 所以说来到这边的中国人是非常惨的 非常比奴隶还不如 想打就打想杀就杀 全是华人 因为受骗的群体还是华人在最多数嘛 因为我们国家人头技术大吧 他骗容易容易骗脸 马来的华人 然后越南华人 银店华人 就这酒店 OK 在这个地方住酒店说中文的都要小心 哦 基本上那些开阿尔法过来的 基本上都是圆区的人 哦 圆区的司机 接手 这个酒店呢 也住了一些中国人在这边搞会场的 他可能是舌头 他可能是来接人的是吧 对 一身模一身 然后 一个豆兔鞋一穿 然后 点蓝蓝蓝夹了个包 一看就是都会场了 然后开了个阿尔法过来 我最近去侦查我也拍了一些事 一些照日会发给你看 就是按您的经验 那些车哪些比较像啊 那个阿尔法 阿尔法 你这样穿着的话 我们两个都会引起主意 会引起主意 平时我在这边不是这么穿的 寻听你来 我采访我才穿成这样 小魏提醒我 我采访他时用的专业设备 绝不能带出酒店房间 在户外拍摄 只能用手机 并且不要离开他的视线 出于安全考虑 他还给我化了一下妆 你好 这个脸上抹的是什么 这是特拉卡 对 就他们缅带人都会抹 缅带人都会抹的 特拉卡 您就穿这身 对 你穿这身 我也需要是这么穿是吧 对 那我换一下 您看我这身行吗 可以吗 一看就不像缅带人 是吗 有点像做灰产的是吗 对 有点像做灰产 没有这么胖的难免 他们那边条件不好 没有人想胖的 咱们这个地方就是离妙瓦底 是非常近的 对 大概有多远 这你在美所县城也就三四公里吧 整个妙瓦底是 从南到北大概有四十公里 全分布了几十个园区 然后被困的人员可能有十几万 面瓦底位于缅甸东部的小镇接壤泰国北部的美所 与缅北森严的中国口岸和高山距离的边境线不同 这里和太北几一河之隔 距离近的河面也只有几十米 是舌头偷渡的快捷通道 加之缅东军阀林立 妙瓦底也因此成了电信诈骗的温床 臭名昭著的KK园区就位于此 几天前 小魏在用无人机侦查妙瓦底时 被园区的哨兵发现 电磁波干扰损坏了无人机 他只能在河对岸游走 用肉眼侦查 这对他并非难事 小魏曾是一名特种部队的侦查兵 退伍后做了拳击教练 2023年5月 他约朋友来泰国学泰拳 没想到竟被对方骂了一顿 然后这个朋友呢 他就说我是一个骗子 我想把他骗到东南亚 然后搞他的样子 他就发了很多视频 这种类似大量我们国人 在园区被打的视频 还有被垫的视频 被杀的视频都发给我看 然后我看了就出目惊心 我们本来是在部队当了七八联兵 一直热爱这个国家 想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民 当时就非常气愤 当时就在网上发布了一个 就是张募退役军人20个 准备来来这边解救这些被困者 小魏的号召很快得到了战友们的响 几名退伍的老兵主动联系他想要加入 虽然大家都一腔热血 但他们对国外的情况一无所知 甚至要救谁都不知道 正在一筹莫展时 小魏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视频 我的私信收到了一条求救信息 当时看到这个私信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是假的 但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我就大半夜给曼谷机场工作的朋友 打了个电话查了一下这个信息 的确是有这个名字的人落地 时间也对得上 后来我再联系这个发私信的人 就已经是已读不回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四五点了 我当时立刻给小苏打电话上来帮我 我们大概分析了一下这条求救信息 怀疑他是被电信诈骗的人骗了 所以我们决定不浪费时间 在寻求官方帮助的同时 我们也做了两手准备 就是在我们这边自己也出发去营救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准备了一些防身的装备 给摄影师都穿上了黄弹衣 信息里面提到的蓝色加油站 应该是泰国最常见的PTT加油站 泰语叫包刀套加油站 这个加油站基本上泰国到处都有 但是如果假设目的地是魅扫 那我们沿途找PTT加油站 继续找线索就好了 我们带好自己的装备 一路上基本上都在追速度 本来有五个多小时的路 我们两个小时就开到了 路过的加油站几乎都继续问过了 现在我们在旁边 可以转给美苏比心思考吗 那边 他在美苏特别 给我们谈谈你的房 可以可以可以吗 视频中这个人是一名泰国华侨 老名胡七刀 汽车自媒体博主 今年7月 他收到了一条粉丝的求救短信 对方是一名福建女孩 被闺蜜以旅游之名骗到泰国 正在被绑架去往缅东庙瓦底的路上 根据私信提供的线索 胡七刀从曼谷一路追到了泰北边境 不得不说 它是我见过最充分的王 这一名福利卡面包车 是的 就那个停车 停车 你看是不是 三菱吗 三菱吗 是三菱吗 有利卡 你稍微 一个空气点准备 你超过太阳的后 跟着这个小处 你不再跟着看 开车 发现三菱面包车的时候 我们两次超车去确认 但是由于面包车的玻璃膜太深了 我们也不确定里面是不是 经过报警之后 我们随机就跟上这台车 这台车一路在往缅甸的方向开 就在我们想怎么办的时候 它停在了一个3V11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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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车里没拍到 但是我看到那个窗户里面 有一个全白色的小女孩 然后他边上还有一个人 他在这买 他在这吃什么 这个人是吗 我这掌线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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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 我刚刚在结账的时候 他讲了一点泰语 但是一听就不是太过 会讲一点泰语 那应该是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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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吗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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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怀疑他们是要找地方吃饭 一路从市区呢 继续跟踪他们到了距离一片 KK园区只有不到几公里的山路里面停下来了 我们已经错过了三次救援机会了 第一次是在休息区 第二次是在警察站 第三次是在3V11 所以我们决定了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错过了 我们的策略就是先去沟通一下 如果沟通无果就直接救人 我和小苏呢就直接过去和司机进行了交流 并且也同时的再次确认了他们并没有持续 这个时候他们司机突然开车要冲撞我们 所以我们就直接救人了 敢撞我我就敢自卫 当时看到我们之后是完全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开妹锁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赶紧把受害人带出妹锁 因为我们不清楚对方在当地还有没有更多的势力 这个时候谁都不能信 只能相信我们自己 他们两个一个人一左一右拿着枪就上去了 把车给逼停了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对方有枪 对方朝你射击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去躲避 当时我是看到那个视频 我是非常敬佩他们的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说如果是这样去救人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之前的军事人员 我觉得这是挺不专业的 但是勇气是值得肯定的 看了胡七道的视频后 小魏马上联系他 希望一起合作 而胡七道的救人视频发布后 也收到了上百条求助私信 两人一拍即合 在泰国成立了一支特种志愿的救援队 我们目前人手和经历的确有限 所以我们正式的在泰国 老挝和美甸成立了特种志愿救援队 也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办法在海外去营救被骗的同胞们 只要你是真实被骗的 你可以自证清白的 我们都会想办法去营救你 怎么说现在 现在是这个人他的家属 刚才给我发了一个求救信息 然后这个人小伙子 然后身份信息 然后发给我 然后我这边立刻就去协调了 去协调了 刚才那些照片是你在 他提供情况 我们研究他管路线吗 现在班长这边的提供的线索是 他可以在明天的下午三点半去看牙 看牙的过程会从 水沟谷的亚太城 对 所以你已经跟他讲好了 这个撤离的方向方案跟计划了 对 撤离的路线 然后我们怎么接引他已经给他明确好了 风险其实评估了一下 主要是主要的风险 其实是他如果渡了河之后 如果被人家追击的话 可能是有最大的使用 可能是有风险的 那次是过来救一个广东人 被朋友骗过来说做厨师 他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文化 他连地图都不会看 园区是分好几等 然后你打键盘的 你要会打字 你才能做狗推 你要是连打字都不会的 你只能做最下载的工作 在里面端茶倒水的这种 我们就利用这个漏洞 就让他装他的牙疼 就让他出来拔牙的时候 把看他的那个人打倒 然后趁机逃跑 为被困者设计好出逃方案后 小魏和胡七刀等队员们 驱车赶往泰米边境接应 慢点 慢点 早上定义更新 我这边到现在是425公里 5个小时30分钟 全然不进去 我这边415公里 然后5小时20分钟 完毕 猪子什么情况 刚是谁喇叭 看一下群里面 现在是无线电不能收太多 他说什么 他说1点钟我们开始收 虽然行动保密 但在到达没锁后的一处 加油站休整时 侦察兵出身的小队发现 他们的车队被跟踪了 我们被跟踪的一个车辆 车人一直停在这里 一直对这个方案观察 幸好胡七刀在泰国是开改装车店的 这次行动他们开了AMG 一路狂奔甩掉了跟踪车辆后 他们躲进了边境的一片玉米地 这里距离被困者的渡河点不远 他们升起无人机开始了河面侦察 这就是偷渡啊 这不然是什么 这就是偷渡啊 这就是偷渡啊 这不然是什么 这就是偷渡啊 这就是偷渡啊 那是借河不是吗 啊 那不是借河 借河对啊 他们从借河的这边往那边走 对啊 这边有人得伤害 这边有人接应 这边有人接应 突然无人机受到干扰 胡七刀好不容易才将他平安降落 小魏判断应该是园区发现了他们 担心园区武装根据无人机的降落点找到他们 救援队决定立刻撤离这里 与此同时他们也接到被困者的消息 园区主管突然通知他不能出去看病了 无奈之下救援队只能返回曼谷 他没有机会再逃出来了 可能没机会 因为从那个园区到这里实际上很远 第二天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次救援已经宣告失败 突然从被困者那里传来了好消息 他成功逃出园区了 水性不好也很难过去 不过也可以 现在都等天黑 他一下把看水给干倒了 干倒了 干倒是怎么干倒是你教他的吗 干倒了我们也是指导他 就是奇迹他的重要部位嘛 比如当部啊什么的 他找到机会把看水一干就往河边跑 往河边跑的话就躺在一个炉尾档里面 就弄出一个头 然后他就看水就找了一大堆人来找 没找到 然后晚上就游过来 现在他等天黑 他就应该躺在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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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现在这个 可能在这个位置 现在当时这就有河头 你也提醒他一下 他过来这片大片的植被可以隐蔽 而且现在是 就是在这个地区的话也不可能冻 冻死 因为现在就是 会被冻成丁几个方面 你要你要他让他小心他的 他他他他他九点钟方向那边的 会有船经过 我说我们所谓的航班机上 有看到他他在这边是 可能会有人在把手 你让他往他的右手侧 就是往就是一流游 对吧 这个方向咱们是昨天看到有人的嘛 对不对 对 我觉得现在他 现在他就可以游过来 然后在这边隐藏 因为等下铁能耗尽了 我还把他游不过来 他现在在河边 好好好 尽量不要跟他对太多话 好 好的好的 我要等一下 OK 把握好他 那我往 没事 我往下 你没扫什么 你没扫什么 没扫什么 小魏远程指导被困者的同时 胡奇刀联系泰国警方 请他们到指定位置接应 担心泰警不作为 甚至将被困者二次贩卖 你好 他还致电中国驻清迈领事馆求助 你好 那个是这样的 我想给你们汇报一件事情 您说 就是 是这样 就我们现在在泰国曼谷 然后呢 我是移民做自媒体的 然后呢 就是有粉丝 有粉丝求助我们 就他们是 就是被 就是被骗到缅甸去嘛 但是他逃出来了 然后我们协助他逃出来了 在多方努力下 被困者终于安全见到了泰国警察 45天后 在泰国移民监狱办理完手续 这名被困者终于回到了广东老家 现在在等机票应该是 等登机 拿机票这里 我到了现在 跟这个工作人员搭带我出去 干的漂亮 好 刚才一从下午开始就有一个 他给我发私信 私信求救 是他现在 啊 在老窝的近三角地区 然后呢 现在是逃出来了 但是呢 他现在躲在一个地方待着 然后 我们先给他打电话 我现在在上海呢 来听一听 喂 你好 你好 你现在 你是几号出境的 我是18号 上约18号 你大连人的 对 我也是大连的 那个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现在是 那如果我要是今天晚上给你叫车 给你从那个 酒店接出来的话 你能上车吗 能啊 你现在能上车是吧 那你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叫 不自己叫车走呢 我 我家里 我之前到 那几个 因为他这个特区 我出不去 你知道吗 特区出不去 对 我从原区出来了 他这不是特区吗 特区还有关卡 我出不去 你现在出去之后 要过几个关卡 一个关卡还是两个关卡 嗯 他说他告诉我 我跟他联系 他告诉我 最严的就是 现在这个特区这个关卡 行 你现在就是关卡出去是吧 行 你这样 你把你酒店的位置 发给我 把你酒店的GPS 那个定位发给我 然后 我跟我老挝的朋友联系一下 我看看 他们有没有办法 把你比如说 藏在哪里带出去 我现在就是有办法可以出去 就是你有办法可以出酒店 就是能给我送到就是那个 南塔 就是穆罕口岸呗 对对对对 就给你送回国呗 然后你就回去自首就完了呗 就回国 对对 回自首就行了 行好 我知道了 那你等我消息了 我先给我老挝的朋友打个电话 问一下 好 在救援队中 除了参与营救行动的正式队员外 还有一些不便路面的无名英雄 他们通常在电炸园区 有特殊的渠道和人脉 暗中为救援提供帮助 他们既是现任也是救援者 您会利用一些自己的人脉去打听一下 对是的 比如说如果说有一些家属 他们希望直接能把孩子接回去 可能家属愿意出钱熟人 对 我理解是这样吧 对是吧 一般是个什么家人 一般的话我碰到最低的 是就泰国人 30万泰铢 大概就是6万人一定 那因为泰国人 他们过去的成本比较低 一开始我是很不愿意去帮他们做些这些事 但是有些人发过来确实就太可怜了 然后的话所以看多之后 就觉得只是看着也不好 所以的话有时候如果没帮受人 就帮他们一下 包括像前两天有个17岁的小孩 就是被打受不了这个折腾 就从头上跳下来自伤 今年8月中泰年老四国警方 启动合作打击堵诈集团专项联合行动 11月15日 缅北电诈犯罪集团重要头目 明确昌被罪自杀 截至11月21日 已有3.1万名电诈人员被遣返回中国 在缅甸的电诈人员区 中国人从行走的人民币 变成了电诈集团手里烫手的山羽 这说有一部分人确实紧张 然后为以后会有这个忧虑 所以的话有往其他地方转 比如说迪拜这些地方 一部分人转走 但是每天还是有很多人不断的在进去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有限公主的航空 哪有数学院 成为很多支援 中文字幕提供 北京社区 中文字幕提供 有限公主的支援 我做 tours 正在公圈中文字幕提供